2019年11月13号,香港七群清洁工罗伯遭黑衣暴徒至砖身亡。 5月13号是罗伯逝世半周年,当日中午,众多香港市民自发到上水北区大会堂外进行悼念罗伯献花仪式。 当天上午11时半,现场已有约50名市民到场,他们自发带来白色鲜花,高挂祭奠黑色横幅,并贴上悼念罗伯停止黑豹,以及沉冤要得雪,凶徒要重判等标语。 此外,现场还布置有祭坛和罗伯背面黑色画像,另有一众市民在仪式开始前送上花篮,并写有《罗伯一路好走》等字样。 约12时,有道士为罗伯诵经祈福,道场市民也在义工的协调下陆续进行悼念活动,献上鲜花。 出席的香港市民陈先生对罗伯的去世表示十分痛心,谈起当日情况,言语十分激动,指责暴徒没有人性,丧尽天良。 我们今天带着很痛心的心情来悼念河伯,因为河伯是一个70岁的长者,他当日经过这里,他完全没有叫我任何口号,也都没有参与任何的政治,他只不过是拿着个相机去拍照,就被你这帮暴徒,被你这帮恐怖分子,用砖头夹山打死,你们有没有人性啊?希望你们年轻人要反省啊。 香港市民李子敬接受记者访问时更表示,今日来到这里,是希望香港人可以记住11月13号这个日子,而记住这个日子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香港艺人向左对此表示,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,凡此种种只会让香港越来越沉沦。 他们如果继续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话,香港会越来越严重,越来越沉沦,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 而且我觉得香港是需要建设者,不是摧毁者,真的。 或设论 uncertainties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